宋永泉 即刻 那也便是本王的王妃了 靠 那个男人是谁 心里连我的尸体都不放过 是 是 我不是 我这是 又活了 果真 小姐 不好了 七皇子和老爷过来了 来得正好 有些账是该算算 殿下 你以后还是莫要到苏家照柔儿了 你答应柔儿 娶了姐姐吧 宋永泉 你这是好歹毒的血 竟连自己亲妹妹都能下得去手 就你这样还想嫁给本皇子 你配吗 妹妹是不是跟七皇子和爹爹说 是我把你推向了回 没 姐姐 我 苏映雪 你对你妹妹又做了什么 爹别担心 女儿略懂医术 让女儿给妹妹扎一针便好了 姐姐 我 我醒了 我刚才 都是妹妹没用 够了 苏映雪 你若是把你房中的那株万年人参 给柔儿作为补偿 我便还念你一丝好 柔儿进门之后 那你为妾 哈哈哈哈 楚承燕 想让我为妾 你是内耕葱 啊 苏映雪 你说什么 七皇子祥是本王的王妃 可有点迟了 叫 叫皇叔 苏映雪 极客 你便是本王的王妃 你便是本王的王妃了 小皇叔 是你 还能让你签 一步 我永远 我去